今晚我們首先要來關心的是搜水油風暴 爆發兩週以來延燒全台 行政院長江一華今天下午清上火線 說明石安會議決議八項強化措施 對黑心廠商將加重刑責和罰還 罪重處無期徒刑 罰金則提高到兩億元 至於政治責任問題 外界質疑衛福部長邱文達是去是留 江奎沒有正面回應 黑心油事件持續延燒 行政院長江一華清上火線 宣布會針對不法廠商提高刑度與罰則 那麼如果說黑心廠商的行為 不只影響人體健康 並且致人於死的話 我們原來的處罰就是處無期徒刑 或者是七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那麼原來是病科兩千萬元以下的罰金 我們現在把它提高到得病科兩億元以下的罰金 另外這次事件中也凸顯政府核發的食品GMP標章 公信力蕩然無存 讓許多知名大廠一一淪陷 江一華也宣布會建立政府民間企業的鐵三角防線 原本GMP就是只有各項產品認證 而並沒有所謂GMP公司 或者是GMP的廠商的全體產品的認證 我們希望在未來 有一個對於食品安全的鐵三角可以建立起來 這個鐵三角將會包括政府 企業跟民眾 政府要管好企業的商業行為 企業者一定要做好源頭的溯源跟管理 而民眾我們只是鼓勵大家勇於檢舉 並且要慢慢的養成一些正確的選購食品 像剛剛講的GMP的概念 江一華強調礙於政府人力不足 認為食安改革必須從源頭做起 至於外界關心的衛福部長邱文達 去留問題江一華雨帶保留 如果在未來譬如說一週 或甚至兩週的時間裡面 把這些基本上都處理的差不多的時候 那麼其實我從現在開始 就已經有在密切的來檢視 我們這幾個相關的單位 所以這一點請各位再給我一點時間 食安問題連環報江一華緊急出來滅火 提出八項食安措施 除了GMP的改革 也包括加重刑責罰還 提高檢舉獎金 而未來廢油也將統一交給環保局處理 誓言要還給民眾一個安全的食安環境 有電TV由家瑋石永沛台北報導 搜水油事件的揭發人屏東老農 他是在多次向屏東縣政府檢舉無效之後 自行展開搜證 並且跨縣市向台中警方舉報 才終於由台中檢警合作查獲了這起搜油案 江一華下午也表示將會發給這位 勇敢揭發搜水油事件的老農200萬元的獎金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